文章来源 华尔街情报圈 美国7月CPI数据已经公布 并不完美 但已经足够好了 能够锁定美联储9月降息 但并没有强烈迹象暗示9月降息50几点 数据公布后 美联储又开启了迷之操作 在数据公布7小时后 有美联储官员发表了讲话 直辖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表示 愈加担心劳动力市场而不是通胀 最近失业率上升 可能反映出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也可能表明我们没有处于稳定的水平上 而是迈向从短期来看更糟糕的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发生 那么我们的重点必须明显更多地放在就业方面的使命 一 通胀数据刚公布 美联储又将人们关注重点转向就业 永远让人们关心下一个数据 永远告诉你将依据数据做出决策 市场永远被牵着鼻子走 二 我们的重点必须明显更多地放在就业方面的使命 这句话已有所指 非常关键 古尔斯比是联储内部最为鸽派的官员之一 别人说这番话正常 但他说这番话可能是有所暗示美联储落后于形势 必要时需要降息五十几点 三 周二安排一位大鹰派官员演讲 周三安排一位大哥派官员演讲 让市场为各种可能的结果做准备 前一天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刚刚暗示仅支持12月一次二十五基点的降息 今天古尔斯比就做出了更为激进的大幅降息暗示 四 现在市场的最大问题是九月降息二十五个基点还是五十个基点 这将在未来几周内决定 华尔街顶级投行已经形成了共识 如果八月非农数据和七月一样疲软 那么美联储将倾向于降息五十几点 如果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转 那么美联储将降息二十五基点 但难点是 市场对美联储全年降息幅度的预期已经提升至一百几点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 如果美联储要在今年剩余的三次会议上下降一百几点 那么应该在九月降息五十几点 昨晚 VIX指数继续下跌 进一步远离二十水平 收报十六点一九 恐慌情绪的平息是美联储开始大胆讲话的一个开始 美联储会做出各种可能假设 但就是不会做承诺 五 市场的走势最难以捉摸 美国股市继续上涨 而黄金回土涨幅 接下来是美股追随黄金下滑 还是黄金追随美股走高 尤其是黄金 在历史高位附近下跌后 是提供了入场机会 还是暴跌的开始 再来到这里